郭文贵爆料的效果有3点 1.唤醒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这一点已经成功了 2.唤醒国内更多的民众 壮大反共力量 3.加剧中共高层内部的矛盾 最可能导致中共灭亡的原因是 以美国为首对中共施加的各种压力和制裁 最终造成中国的经济瘫痪 通货膨胀 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 大家不得不上街维权 习近平越昏就会越加剧中共的灭亡 所以我说习生地是件好事 国内不可能改变中共体制 1.国内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六四 众多街头维权事件告诉我们 只要不危及到百姓自身的利益 他们是不会大规模上街的 2.军兵不会亡党 重点在国外 郭文贵也曾多次说过 打击到国贼的重点在国外 具体打击措施有 1.搞垮到国贼的宣传计划 搞垮他们在国外的家人和财产 2.揭发检局跨国公司的犯罪行为 美国政府会严厉制裁这些公司 我曾多次呼吁过 相应者 寥寥无几 3.国内群众存钱到美国银行 必定会造成人民币贬值 通货膨胀 我也曾几次号召过 不知道有几个人去做 前苏联就是这么垮台的 4.消灭中共的海外势力 5.孔子学院 中华商会 学生会 海外宣传势力 卢伯逊 要让他们门风丧胆 寝食难安 而不是我们 5.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当民主 法治 自由的声音 通过宣传车的方式 必定会轰动世界 引起美国和西方政府的关注 中共将会成为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当全世界远离中国政府之时 中共就会成为第二个朝鲜 灭亡就是迟早的事